請執行長跟大家說明一下 有關於第十案的部分 他的病程是比較長一點 不過他在症狀上面一直都屬於比較輕微的 這一次他是因為他的採檢 那兩次都陰性了 那麼現在整個症狀上面也都解除了 那所以我們就報請指揮官 指揮官詢問過專家以後 那決定要給他解隔禮 那待會他自己也有一些心聲 那也是希望轉達給大家知道 以上 這個病友所說 沒有任何一個人真的想要生病 當我看到陳部長在記者會上哽樂 弱淚的那一刻 我忍不住心中滿滿的感慨 我要向第一線的所有防疫人員說聲 你們很辛苦了 謝謝你們 如果你要問我說 我當時的祝信宴的心情的話 我想也可以透過句話來告訴自己 也告訴各位不要裝 因為很累很累 祝信宴之後 家人全部都變成了全民公主 沒有錯 我內心也非常不捨無奈 明白人氣都是擔心自己 生怕被傳染犯 生病之後才能感同身受 病人的無奈無數 即便失去了自由很方便 面對衛生的疾病 也有些不安 但我只能能感 面對 只要家人還有社會大眾都能平安 我都願意被隔離 最後我想要告訴所有的社會大眾 生在台灣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這場病給了我人生中 讓我體會到 如果能夠少一些責任 多一些同理 正能量就一順多一點 也希望大家能給正在隔離中的病人 或可能被隔離的人 更多的包容鼓勵 讓社會的氛圍不再因為害怕被標籤化 也有可能選擇不去說真話 再次的謝謝陳時中部長代理的團隊 及所有的照顧我們的醫護人員 謝謝你們 由你們真好 真的 我想兩位病人再三都跟我們講說 沒有人想要生病 而且我們在座大家都知道 也沒有想被 檢疫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都沒有錯 都沒有錯 我們都有這樣的可能的機會 如果當這疫情擴大的時候 我沒有什麼錯 但我是配合 就這裡面在整個社會信心裡面 很重要的一句話 選擇說真話 選擇真話是這麼的重要 可是選擇說真話是這麼的困難 如果社會對他們標籤化 那選擇說真話就變得這麼的困難 可是大家都不選擇不說真話的時候 那我們的防疫又怎麼做呢 所以我相信 整個社會一直沒有強調說 不要對立 不要標籤化 不要去一直肉搜 那這都是讓未來大家 發生這些情況的時候 選擇說真話 唯有選擇說真話 我們防疫才有可能 那在這裡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收績 았어요 istorique Assa foot 了 接 我們的 找一個